老板娘说解锁了这种吃法 以后吃海鲜更方便了 今日火食 捞汁小海鲜 先把海鲜处理一下 挖出鲍鱼打花刀 虾去虾去虾线 开始煮海鲜 放入姜片 水开后放入海鲜 料酒 三分钟后捞出 冲凉水 然后是小区买菜群买的八爪鱼 400多号的买菜群就和一个大忙碟 把煮好的海鲜装盘 撒上杭胶圈 小米辣 葱姜蒜末 开始做捞汁 五勺剩两勺微准 三勺酱油 半勺鱼露 两勺白糖 半勺花椒油 两勺油泼辣子 六勺清水 然后是大厨秘方 李锦记镇庄之宝 旧庄蚝油 挤出一勺旧庄蚝油 用这个包装好方便 不用开不用甩 旧庄蚝油油 一勺一勺眼便 搅拌鱼 倒进海鲜里 入味两个小时 文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还没有生活 这一步 你干嘛 你不睡觉了 你超级吓人 你现在 你睡觉前吃什么冰淇淋 你 我 用大米做的冰淇淋 按老板娘原话说就是 那嘰嘰嘰嘰的肯定好吃 我怎么时候这样啊 五勺上两勺一整 两勺米饭 三勺牛奶 小火加热着粘稠 真不知道她是天天上哪儿 找这么稀奇无怪的东西 有点像糯米 等米粒吸满了汤汁之后 拖开放凉 煎了两个块 打发一下奶油 四勺奶油 一勺炼乳 打发至有机脚 再放两勺牛奶 放入牛奶饭 搅拌均匀 倒入碗中 盖上烘焙纸 或者用保鲜膜 放冰箱冷冻一个半小时 拿出来搅拌均匀 这也不是为了让口感更细腻 再冷冻三个小时 文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脏脏包最火的时候 在国外没吃到 回来后发现那些网红店都找不到了 甜品菜鸟的又一个挑战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不会翻车 高筋面粉260克 12克可可粉 30克白糖 一小勺盐 5克酵母粉 打入一颗鸡蛋 50克冷水搅拌 搅成絮状后再搅50克 揉5分钟左右 放入25克无盐黄油 然后再揉10分钟左右 香倒是挺香 它是它的色 小小金装色 揉制不粘案板之后 擀成长方形 冰箱冷冻半小时 大营业完了 准备120克无盐黄油 擀成薄片 冷冻定型 把面饼擀成长方形 大长方形 你这个杠精吗 中间放上黄油块 黄油薄片 杠精包上去 再擀成大长方形 折叠冷冻15分钟 拿出来后重复 擀叠冻 速度要快 再次擀 再次擀 大长方形 擀进来了 切掉三边 以两个巧克力块 稍微宽一点的宽度 放上巧克力块 卷起来 一会儿别忘了去 豆腐看周冬雨 大电影很好看 冷藏发酵一小时 烤箱烤20分钟 熬个巧克力酱 巧克力加奶油 刷上巧克力酱 撒上可可粉 笑一笑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